无碍的人生讲座 希望能够帮助大众了解人生的目的 曾言中普贤柳佛学会举办无碍的人生讲座 由测圣金刚上师主讲 人生的目的需要一个美好的无碍人生 无碍的人生 这个主题 让来宾跟同修 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明白我们这一生 出现在人世间的真正的目的 是需要一个非常美好的无碍的人生 那么这个无碍这两个字 在我们佛教说 这个是一个果报 也就是说 明白了生命以后 开悟了宇宙间法则以后 所得到的这种智慧的果实 所以这个无碍的项目 像如来 像菩萨 他们就有十种项目 来表达 第一种 就是寿命的无碍 那么每一尊如来 他们的寿命 是无量无边 所以包括 所以包括 他们出现在任何一个世界 任何的众生的面前 他们都可以展现 这个生命的 这个长短 那么这个无碍 这个也唯有 如来 如来 菩萨 他们才做得到 测身金刚上师开示 无碍是开悟宇宙的法则之后 所得到的智慧果实 每尊如来的寿命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生命的无碍 唯有佛陀 如来菩萨 才能做得到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姐 高雄采访报导